《无论是哪一个宗教》 宗教的精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爱 神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都是宠爱 我们应该把上帝的爱 神的爱 接触过来,代表上帝去爱世,否则的话,上帝爱世人是一句空话,谁见到上帝爱世人,上帝怎么爱世人,我们要发现,认真地学习,现在办学校不难,难者没有老师,所以我们先培养老师,老师培养出来之后, 我们正式办学校,因为我们希望能在十年当中,培养一百到一百五十个由博士学位的专教师,这是好事情,我们求化解中途,求人的品格提现家庭能够幸福,社会安定,世界和平,都要从教育, 才能够落实,这些代表人,对于祖宗,多怀疑,多藐视,多不尊重,这个问题很严重,满星亡国,民国殖民之后,大家都崇拜西方,科学技术,把中国东西俗获了, 中国老祖宗的东西,在中国这个地区五千年来都没出过事情,所以我们想办法把它找回来,中国的古文明,它所追求的,是个人身心健康,家庭幸福,社会安定,世界和平, 从哪里做手?从孝勤,尊师,伦理的教育,道德的教育,英国的教育,在圣贤教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